佳河新村 佳河新村坐落于台北市城南的新店西畔 是一座台湾少数拥有高度自营眷落特色的廉勤眷村 如今 佳河新村里保留了四栋历史建筑 佳河新村所在的这块土地 日治时代曾经是八号公园预定地的一角 到了1940年代 却成为了日本陆军炮兵连队的营房用地 开启佳河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 防空洞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 以前进来只有那个防空洞那一间 连外面那个走廊都没有 对 所以包括门牌也是你们去生 对对 门牌是我们心情 当时进来是也没水也没有电 慢慢就做那个外墙 本来那外面都是空的 也没有大忙 被用来当作眷设的防空洞 见证了从日治末期到国民政府牵台后 军事地景的用途转变 1950年代 军人与军眷的居住需求大增 为因应这样的需求 佳河新村发展出了有机性聚落 成为它标志性的地景样貌 这个地方本来是通信的一个翻修厂 可是后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眷村了 所以说这个就会变得比较乱了一点 本来一个房子里面旁边有养鸡养鸭养额或种菜的地方 后来全部都盖房子 在佳河新村 有将近十户的将军 曾居住于村子口附近 一三一像 也因此有了将军像的美称 这个就是以前张宅于张将军 也叫张校长 他的住宅 也就是我们村子里面 应该是一个门面 我父亲是陆军 少将他是陆军总部 震担部副主任 我是民国六十二年 高一下学期搬到佳河新村 那一直住到乐群新村 改建完成以后我们才签过去 那个老将军的话 他的本院里面 旁边外面有盖一个小房间 是给驾驶厨师 还有传令民主 那我是来读书的时候 我就直接是住在大宅院里面 我跟他其中一个儿子 两个人住一个房间 经过多方的协调与努力 如今 佳河新村有四栋建筑 被认定为历史建筑 在划定保存后 建筑师和未来的营运单位 开始着手修复 并且规划佳河新村 要反映眷村的文化 眷村文化就长明的生活样式 跟生活形态 跟这种建筑物 它应该是广为人知 而且应该有更多的 动态的成分在里面 就我会认为建筑物的 整修修复过程中 不要使建筑变成一个名词 名词的存在 空间生产的建筑物建筑在这里就不动了 然后它好像固着了某个时代的历史就不动了 而且它为了要满足当代跟未来的一个空间上的使用 又要呼应过去的历史的回忆跟文理 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存在 这个区域我们其实在一开始被 在讨论你整个家庭新村怎么用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工作者 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想法 环境艺术是一个其中 大家讨论出来的一个方向 在防空洞里面过去 有一两户 眷户都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可以透过它原来的口述历史的声音 转化成新的作品 让大家走到那个防空洞的附近 就可以听到过去的一些故事文本 家和新村再生再利用 你的生命还会一直在延长上下去 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家和新村 作为眷村文化的这种创新与实验 我觉得这边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地 承载着眷户们过往的记忆 与对未来的期盼 这篇独属于台湾的岛屿故事 将持续前行 迈向全新篇章 迈向全新篇章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